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台中高工电子科朱鸿福老师 欢迎点播数位逻辑 循序逻辑电路之设计及应用课程 我们知道数位逻辑按照目前的课纲来说 有三大部分 上次我们说过数位入门组合逻辑和循序逻辑 那前面我们已经把基本逻辑杂 不灵 怠数 还有组合逻辑都介绍过了 而循序逻辑里面的正反器我们也介绍过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来介绍循序逻辑电路之设计及应用 现在我们来看 循序逻辑电路的设计及应用的内容 一 时迈产生器 二 非同步技术器 三 一位暂存器 四 状态图及状态表简介 五 同步技术器 六 应用实力的介绍 那现在我们来看时迈产生器 我们来看时迈产生器的介绍内容有 一 前缘 二 555 吴吻态多写震荡器 三 TTL 吴吻态多写震荡器 四 希莫斯 吴吻态多写震荡器 五 史密特触发载做的吴吻态多写震荡器 那现在让我们来看前缘部分 好 我们先看时迈产生器前缘 时钟脉搏是循序逻辑电路不可后缺的讯号 它让循序逻辑电路依时间顺序来动作 能为我们所设计与控制 了解时钟脉搏产生器电路的工作原理 并能十分熟练地使用它 是进入循序逻辑电路前必要的工作 时钟脉搏是一个连续且具有足够宽度及电压准位的脉搏讯号 简称时脉 常见的时钟脉搏产生器有555、无稳泰多学震荡器 逻辑杂震荡器像TTL、CMOS、史密特触发杂 555我们是属于类比IC 逻辑杂就是数位IC 再过来我们来看555、无稳泰多学震荡器 它的优点 实际上就是在介绍555 第一个555的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大 它可以从正4.5V到正16V 可和TTL或CMOS直接配合使用 二 555的时间控制简单 只需使用电阻、电容即可控制 且控制时间可由几MOS到几小时 放为广 再来555的输出端电流大 也就是说它可以100mA到200mA 可直接驱动负载 那VCC等于5V的时候 它的输出约100mA VCC等于15V的时候 那它约到200mA 而且价格便宜、成本低、计时精确度高 是工业控制电路上最常使用的震荡器 现在我们来看555定时器 结构方块及接角功能 我们先看结构方块图 那在这个图里面 必须要知道的 它有两个比较器 上比较器、下比较器 和放电电晶体 一个控制的正反器 和一个输出的驱动器 那上比较器、下比较器 中间各有5kΩ三颗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 第二角出发的参考电压 三分之一VCC 第六角的电压 就是三分之二VCC 另外输出端和放电晶体 中间有一个反向 换句话说 输出是嗨的时候 那么放电晶体就off 它是截止 那输出是low的时候 放电晶体就是on 那它就是导通 那放电晶体导通 截止就牵扯到电容器的充放电 所以这是555定时器结构的方块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接角 那我们先看55的GND角 第一角跟它的电源VCC角 第一角通常是接地的 那第八角它是接电源 范围是4.5伏特到16伏特左右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三角输出 不论为hide或者low 它这个皆可流出或流入 约100mA到200mA的电流 可推动小型负载 如小灯泡、寄电器等 其输出与内部正反器的输出 呈反向关系 再过来我们看第四角 RECET 那它的重置 它low动作的时候 那我的输出就为low 它是具有优先的控制权 当此角接low 动作后 输出极度变为low 其他输入控制皆无效 平常不用时应接到VCC 以免有杂讯干扰 而影响输出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角 控制电压 欲改变上下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的时候 可在这一角直接加入一个电压即可 平常不用时接于电容器约0.01μF到0.1μF接地 避免杂讯干扰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接电容器接地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角触发 当此角输入电压低于三分之一VCC时 下比较器输出为high 也就是说正反器S等于H 内部正反器输出Qbar等于low 故第三角输出为high 若电压高于三分之一VCC时 Qbar能保持原输出状态还是low 再过来我们来看第六角 灵界 当此角输入电压高于三分之二VCC时 上比较器输出为high 也就是R等于H 那内部正反器的输出Qbar等于high 第三角输出为low 若电压低于三分之二VCC时 Qbar能保持原输出状态 还是high 第七角放电 这一只角是NPN电晶体的开路集集输端 当Qbar为high时 Q-on保和 CE就短路 供即时电容器放电回路 当Qbar为low时 输出为high Q-off截止 CE开路 那即时电容器才可以充电 555 第二角 第四角 第六角 也可以控制正反器的输出状态 那改变第三角的输出状态的话 尤其是第二角 它小于三分之一VCC的时候 那它的VO是输出是high的 那这个时候电容器是充电 那第六角 大于三分之二VCC的时候 VO是low的 那电容器它是放电 这两个关系要特别的弄清楚 就请不吝点赞 know-